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中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不一样的才艺展示 身材超棒 好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特别像游泳衣 对不起 就是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舞台来讲 就是过于热辣了一些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舞台 好像过于热辣了一些 像选美 身高是多少 脱了鞋是一米七一 因为你的这个秀走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刚才在旋转的时候 差点转倒自己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像烧手弄姿 对比较不像走秀 不过你真的整个肢体跟脸型啊 无关都挺真的挺上进的 很漂亮 谢谢老师 你能组织什么节目 我主持一段娱乐节目吧 好 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娱乐掌门人洛洛 我们今天呢 苏州最近 最近的苏州城内呢 可谓是非常的火热 因为我们的水运花都主持人选拔大赛 火热开赛了 那据信呢 此次大赛也请到了各界人士中 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 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评委阵容 相信此次大赛也会给您呈现一场 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那我们的记者呢 昨天也是来到了苏州电视台 看到我们选手正在进行紧张的彩排训练 那究竟他们彩排的怎么样了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度为快 你发现了吗 那个谢老师 就是好像不说一下评委就会死 就是每一个人不说一下评委会死 这个叫过场 对 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 又有很多的那个水词出来 又非常多的视觉盛宴啊 然后给您巨大惊喜啊 让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啊 谁谁谁带你去 哇 这些陈词乱跳都是哪来的 我不太清楚 这是你有准备的 好 考一个没准备的 好吧 国际禁读日 国际禁读日 主题晚会 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是国际禁读日 那最新的一段调查显示 由于吸烟的人越来越多 我国的死亡报告呢 也在不断的上升 原来你很吓人 首先是国际禁读日 不是禁烟日 不是禁烟日 第一 第二呢 你不能上来之后拿死亡威胁别人 啊 就说 你看不看我节目 听不听我话 不听的话你就会死 啊 这样是不行的 再换一个题目 做备手诗吧 我觉得 来备手诗 你最熟悉的 不许被床前明月光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用了油表讲朗诵 背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阁 低以护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 别时缘 试完了 有点懵了 没有你的表情 让他懵我 不是我在听啊 我在很认真的在听 何时长相别时缘 我觉得哇 背得不错 真的它不只是 样子好看嘛 还是有点学习能力的吧 背个七律长征 长征吗 是那个红军不怕 是只有那一个长征啊 老师我试一试吧 试一下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直等闲 对不起老师我忘了 无岭 无岭 迪士 无岭 威夷 无岭 威夷 长